我是Rio Chairman 宜人 今天很高興 你來一起一會的這個節目 想要問問看 就是說你的故事其實非常精彩 而且在你的YouTube平常當中就很多 包括你想要挑戰很多的事物 對 今天想要來問看就是說 為什麼你當初會想要成為YouTuber 其實當初就是朋友們吸鬧 然後就說你們兩個屁話還不錯 然後你也可以去當YouTuber 但其實後來想想 要做什麼樣的主題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既然我都做人贏 我就可以把我的弱勢轉為我的優勢 然後要打破大家對人贏的框架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做人贏就是生病或受傷 就必須一直待在家裡 然後不能去嘗試一些比較危險性的事情 或是運動之類的 想要比較冒昧的問就是說 當初你的車禍的過程當中 你現在還有印象嗎 我都沒有印象 我就後來看監視器的那個畫面 才有...也沒有感覺啦 就是...就覺得 喔...我當下怎麼會出那麼大的 trouble 然後之類的 所以你當下在醫院的時候 就是遇到這件事情 然後你在病床上面 你的想...有什麼想法嗎 就其實...對人生蠻失望難過的 就會覺得... 爸爸媽媽都這麼辛苦養我 二十幾年 好像終於可以... 自離更生的年紀了 但就是...又出了這種事情 就會覺得... 他們可能還要再... 繼續照顧我下半輩子這樣 所以當下你在... 呃...發生... 不管在病床上也好 這些事情 比較難熬的階段是什麼 比較難熬就是... 接受吧 嗯... 接受自己... 從一個... 正常人 然後變成一個... 對應主理 就會覺得... 呃... 大家... 同齡的大家都在過... 正常人的生活 而我學必須常在醫院 然後一直復健 然後不知道自己幾時會好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復健都大概是... 什麼樣的時間 要做什麼樣的復健 呃... 現在我是... 又回去復健 因為我之前是... 去醫院工作 然後後來就停了一陣子這樣 嗯... 就是大概三... 一半三...一半五... 會固定去做物理治療 嗯... 這樣... 所以你有在讓自己調整就是說... 會不會有一天你能夠... 就是... 可以站起來走路 你有... 這樣曾經有想過嗎? 我是覺得... 一定有可能啦... 就是... 未來醫療... 進步... 或是像... 發明像... 鋼鐵人的那個... 補虛之類的... 嗯... 嗯... 應該想要問你就是說... 其實你... 比較好奇是說... 在你... 受傷的之前... 跟... 到之後... 嗯... 你覺得... 比較落差的部分是在哪邊啊? 想法吧 比如說... 就是... 你會... 經過一件很大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 想法上你會... 被強迫拉拔成長 就是你想法會比較成熟 然後... 會有些事情會想比較遠 然後你才會決定要不要去做這樣 嗯... 曾經想不開的... 那一個時期、時端 你有曾經... 做過什麼樣傷害自己的事情? 嗯... 沒有... 因為我... 不知道... 我蠻愛自己的吧 嗯... 那時候就只是... 對人生很喪志而已 然後... 對身邊的人都... 蠻兇的 就是脾氣蠻暴躁的 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人生是這樣 為什麼不是其他人這樣 就是... 嗯... 不用怕 就這樣 比較怨恨就對了 對 所以在... 你受傷之前的 你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受傷之前... 應該觀眾朋友比較好奇的一點 其實我覺得... 差... 不大吧 嗯... 受傷之前... 嗯... 傷之前反而會比較... 渾渾餓餓的過日子 你知道... 大學生的生活就是那樣 過一天是一天 然後去其他上課 也沒有再認真這樣 所以... 在你就是發生... 受傷之後 你有沒有就是... 真正... 遇到什麼樣的快樂的事情 或者是很開心的事情 嗯... 比較快樂... 嗯... 大概就是... 受傷之後就會發現... 很多人都會來醫院看你 就是當... 你遇到了一件... 人生的難關 然後你會發現... 身邊很多人是... 很關心你... 愛著你的... 然後... 做YouTuber之後... 就會覺得... 有一些粉絲給我反饋 就會讓我知道... 喔... 他懂我在做什麼... 懂我影片背後的寓意... 含義之類的... 嗯... 應該是說... 嗯... 你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曾經... 有受到什麼樣的羞辱 或者是說... 比較你覺得... 比較不舒服的... 用嗎... 就是... 有一次去一個... 酒吧吧... 就是遇到那個人啊... 他說... 欸... 你都這樣啊... 他還在玩呢... 他就直接這樣講... 但我當下也是... 突然腦筋就空白...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反應... 我只能哭笑... 然後就... 對... 然後... 就進去... 也不理他了... 因為我其實... 我感覺到... 就是說... 你現在雖然... 還想要當一個... 比較... 開心的YouTuber...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內心好像... 也是沒什麼樣的... 自信的感覺... 這... 一定的吧... 我覺得... 每個人遇到這種事情... 嗯... 要很有自信... 應該都很難... 就是... 譬如說... 大受傷這件事情... 一定不是每個人都走得出來... 但... 就是... 慢慢放著... 這種一天會過去... 嗯... 那我想要再問幾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 因為現在... 畢竟是疫情當中... 嗯... 所以就是說... 剛剛... 我們在私下有談過... 就是說... 你比較想要出國去... 哪幾個地方... 去完成什麼樣的... 願望... 哦... 主要想去澳洲... 跳傘... 嗯... 然後大概去... 嗯... 挪威嘛... 嗯... 看激光... 對... 已經開始有在做... 就是YouTuber的部分... 所以... 基本上... 都是... 每一個禮拜都會拍... 新的主題嘛... 對... 但... 剪片還是有點困難... 怎麼說... 你自己剪嗎... 沒有... 是我另外一夥伴剪... 但他現在就在當兵... 嗯... 所以就可能... 很難剪得出來... 所以... 你不會想要去學這些... 比較... 格外的一些技能嗎... 你說剪片嗎... 嗯... 我比較... 沒有他那種耐心耶... 嗯... 而且他... 他剪出來的片子... 跟我剪出來的片子... 不太一樣... 他感覺比較... 龜毛... 他會剪得很細... 這樣子... 嗯... 就是... 我剪完... 然後我就會覺得... 嗯... 跟他的片子... 還是有差... 那乾脆就不要剪了... 嗯... 這樣... 所以... 發生事情之後... 爸媽是怎麼樣... 看待這件事情啊... 受受傷這件事耶... 對... 他們是... 就是... 陪我一起走過這段路... 然後他們... 應該也是跟我一樣... 相信有一天我是會... 扛復了這樣... 就是... 目前能做的就是... 陪伴... 跟... 復健... 持續復健吧... 因為復健要維持... 那種... 身體的肌力... 車禍是誰對誰錯這個部分啊... 好像你在... 這個影片裡面... 比較少提到的部分... 他是... 切換車道... 然後我是指行車... 然後... 是我撞到他的... 前輪的部分... 可是是因為他是... 切換車道... 所以... 他的招式責任是... 100%... 然後... 我可能是... 因為撞到他的車... 然後... 飛到旁邊... 旁邊的車子的尾巴的那個腳... 才可以... 撞斷脊椎的... 應該是... 嗯... 所以你現在... 在生活當中就是... 一個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都滿困難的嗎? 其實... 還好... 就是... 試試... 都有辦法去完成吧... 除了一些... 就是... 真的沒有辦法... 像是上樓梯... 或是... 拿高出的東西... 就是... 看我... 有沒有辦法... 影響到... 更多的人... 就是... 算是... 傳遞我的... 一點... 正能量的想法吧... 給一些... 比較... 負面的人... 看... 可不可以讓他的人生... 換個念頭... 然後... 點亮他... 那一閃光明... 光明燈吧... 嗯... 今天非常謝謝你... 今天來... 跟我們分享... 就是... 對於你... 從... 受傷之後的一些... 歷程... YouTube的頻道... 可以看到你的... 每一次上架... 你的上架時間... 大概都是... 在什麼時間... 大概都是... 禮拜五的... 八點... 晚上八點... 嗯... 好...今天謝謝... Rio來... 上到我們的... 一起游的節目了... 謝謝你喔... 好... 喔... 超... 超... 啊... 好...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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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枚... by bwd6